我愛你 只有失去的擁有 醉醜 欸 你們說 剛剛那個香鍋頭是誰啊? 看寶珠傑的樣子 該不會就是他長暗前行時間提到的那個醜不辣地香鍋頭 啊 我想起來了 你們不覺得那個香鍋頭跟那個電台老闆長很像嗎? 你眼睛瞎了 那個電台老闆那麼帥 鋼麵香鍋頭又醜又慫了 一點也不像好不好 所以是嗎? 因為想要覺得那個炎豬姐很過分欸 就為了一個不見的三年齡靈達郎 我們說成媽慶生 他就這樣跑掉 他人都不知道 嚴峰哥會很傷心嗎? 當初炎豬姐沒有跟嚴峰哥在一起 好像就是因為那個靈達郎欸 那現在好不容易在一起啊 那個靈達郎 幹嘛要出來講話啊? 那你說 寶珠姐會不會為了靈達郎就不要演風哥啊? 如果寶珠姐真的這麼做的話 我這輩子都不會原諒她 但我這輩子都不會有好可憐 應該不會有自己的靈達郎 從來是死何俠 那就要吃掉 我這輩子都不會有煩惱 我這輩子都不會有煩惱 很чermign 這個就是我這輩子都不會有煩惱 你不覺得我這輩子就是我這輩子 發生了 我這輩子都不會有煩惱 如果搭檔真的出現,你會選擇他嗎? 如果搭檔真的出現,你會選擇他嗎? 你為什麼不選擇? 我會選擇他嗎? 不可以選擇我,不可以選擇我,不可以選擇我,我恨你,我恨你! 我會躺在醫院裡昏迷 你要我怎麼去見你 你要我有沒有關係 你有沒有跟著我自己 就是全世界的環節 我也要跟你在一起 阿凡啊我是大姐 快中午了你該起床了吧 下來吃午飯了 知道了 天心今天怎麼這麼早 老闆呢 老闆他還沒來耶 你找他有事嗎 要不要幫我把鳥給他 沒有他電話我打過 但是不通 麻煩你如果老闆來上班的話 通知我一聲 好 謝謝 謝謝 早 你臉色怎麼那麼難看呢 是不是不舒服啊 有沒有發燒啊 要不要看醫生啊 不用了只是沒睡好 你怎麼可能沒有睡好 從小到大只要往床上一躺 被子這麼一蓋不到五秒鐘你就睡著了 你怎麼可能沒睡好 可能最近節目是比較忙了 然後想一些比較好的內容 所以就失眠了 電台的事有什麼好操心的 你犯得著為了它影響你的健康嗎 還是我們賣馬桶好 大不了把它給灌了 好 不要鬧了大姐 拜託大姐 她是年輕人又不是只做的 就算外的工作沒睡好 你也不用一副天他現在的樣子吧 欸 她是我們家阿海的 她是我們家的寶欸 知道 那你也先讓我們家的寶 先吃個飯吧 吃飯 先吃飯 好 來 總監 最近我們拍的那支廣告 不是一直找不到適合的女演員 你覺得如果用一個沒有任何經驗 但是條件卻很好的新人 可以嗎 大家覺得怎麼樣 嗯很好啊 反正我們這人群也找了很久了啊 欸小事年光會不會有問題啊 說不定是根本長相很偏反的女生 不會不會 那天啊我在街上看到兩位女生 長相真的很不賴 而且其中一位氣質特別好 我可是花很久的時間說服他們 他們才願意來這邊試鏡 人呢 我已經把他們找來了 總監 你要不要看一下 好啊 好 總監 我向你介紹 這位是茉莉小姐 這位是王也倩小姐 這位是廣告界最厲害的 也是過於我們公司的 創意總監 何妍峰 兩位 我們見過面 在韓州甜心小姐比賽 是 我想起來了 你們認識喔 那太好啦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試鏡了 不用了 我想 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 適合這份工作 你走 怎麼會這樣 你會是順康來試鏡的 沒關係 我來處理 茉莉小姐 王也倩小姐 請問有什麼事嗎 請問二位 但是 為什麼突然改變主意 因為 我們不想要跟你有任何的往來啊 為什麼 你又何必裝算 六年前的甜心小姐比賽 就因為你是陳寶珠的學長 所以內定她為第一名 讓我們這些為了比賽努力練習的人 都受得非常不服氣 我們幹嘛要跟你有往來 別介 過去的事情就不要說了 我是不想啊 是她自己要問的嗎 我想你們誤會了 誤會 那請問為什麼 甜心小姐會是陳寶珠 她之所以會得到第一名 希望她那次的舞蹈 的確特別有創意 為了評審一致的好評 好啊 就當你說的是事實好了 那你是陳寶珠的學長也是事實 因為我們討厭陳寶珠 所以不想要跟任何跟她有關係的人往來 這樣可以了吧 那我就沒話說了 走 莫莉小姐 我想你當時參加甜心小姐的比賽 也是想爭取一個拍廣告的機會 你現在非常適合我們這個廣告的人選 難道你還為了一個失敗的比賽 或是因為我是陳寶珠的學長 而放棄這麼好的機會嗎 你不用現在回答我 我助理有你電話 我會打給你 希望你可以慎重地討論一下 謝謝你 你怎麼吃那麼少 沒什麼胃口 那怎麼行 官家 趕緊給少爺燉個雞湯 是 不用不用 什麼不用了 我說要就是要 快去 來 什麼 客戶要退貨 那怎麼行呢 我馬上過來 我到公司去一趟 學佩 你得盯著她把雞湯喝了 你得盯著她把雞湯喝了啊 好啦知道了你快去吧 說吧 你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各位 明天就是情人節了啊 我們應該做一些 跟情人節有關的祝福 主題 小兵 你打算怎麼做 我想要邀請一些美人夫婦 討論他們一些 爸媽一起故事 名單呢 名單在做 很好 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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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怎麼了 有心事啊 沒有 那明天情人節 你打算做什麼 特殊的主題呢 我開放空硬 讓聽眾朋友們說出 對情人的心聲 下一位 什麼 你用達王的身份 跟陳寶珠見面 嗯 他說要找了我三年 從來沒有聽詞過愛我 他還說 就算世界反對 也要跟我在一起 那當時他為什麼沒有出現 他說當時是因為車禍 所以沒辦法來賦予他 你相信他 我也不知道耶 我很想相信他 可是 我心中 一直有個疑惑 什麼疑惑 他媽媽曾經拿一張指導又有看過 上面寫說要跟我分手 他要去跟別人結婚了 那是他的筆記嗎 嗯 那你昨天沒有問他啊 那情況很混亂 我也很著急 各況我只要想到那個紙條 我就控制不了我那個情緒 所以 我就跑了 你應該想辦法弄清楚事實的真相啊 你怎麼混啊 我問你 你還愛他對嗎 我 不要欺騙你自己 等於你都已經沒有任何感覺了 你就不會想要用報復他的藉口來接近他 也不會想要聽到他想要達到說任何一句話 更不會在乎那樣指導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可是 可是如果你怕你愛他 他會像以前一樣傷害你對不對 你不要否認你還愛他的事實 不管怎麼樣 你得把紙條的事情搞清楚 否則 一直會一直活在不知道為什麼會被拋棄得痛苦耶 那我怎麼問呢 不是你問 不是我問他誰問啊 他不是要你幫忙找達郎嗎 你幫達郎問 我幫達郎問 沒錯 好 医生堅持回來了就行 行行行 是誰要回來過去嗎